一画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王小波曾在书里写了一句很真实的话 人在年轻的时候 觉得到处都是人 别人的事就是你的事 到了中年以后 才觉得世界上除了家人 已经一无所有了 然而对于一些已到人生暮年的老人而言 最凄凉的大概就是 明明不是孤家寡人 却不得不孤身一人守着冰冷的家 操劳半生 终于将孩子抚养长大 久病窗前时 却常常看不到儿女的身影 家人尽在咫尺 却依然感到一无所有 人老了才渐渐明白 来人是走一程 没钱 没车 没房 其实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用尽半生付出全部 最终养大的孩子 却不如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一 养出不懂感恩的孩子 是最大的悲哀 一位网友在医院上班时 接着了一位88岁的老人 老人拄着拐杖 路都走不稳 说着不流利的普通话 努力的 想要表达清楚自己的诉求 大家听了三遍 才听懂老人说的话 在家摔倒了 手上滑了一个大口子 想打破伤风 但因为老人身上的伤口很大 他又独自一人 只能简单处理下伤口 然后送去大医院治疗 值班大夫想跟老人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可他听不太懂 也说不清 唯独只接得儿子的电话号码 医生只好给他儿子打电话 希望他能来医院照看一下母亲 电话对面的儿子表示 马上会过来 但两个小时候也没来 而且电话再也无人接听 大家只能安慰老人 再等等 你儿子就来了 老人听完无奈地说 我儿子 他不会来的 我走的时候告诉他 我受伤了 要去医院 他就坐在炕上 不下来 他就坐在炕上 不下来 短短九个字 老人平静地说完后 在场的人都沉默了 随后 老人拿出纸擦了擦眼泪 如老人所说 直到网友下班 老人的儿子也没有出现 为人父母 无论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的吹打 也没有养出一个白眼狼带来的风雨 更让自己痛心 时间都去哪儿了 终有句词 让很多人潸然泪下 生儿养女一辈子 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柴米油盐半辈子 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人世间有太多父母 为了儿女的幸福 即便吃苦受累也毫无怨言 即使耗尽心血也甘之如矣 可人性往往是不可估测的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 最悲哀的就是养出不懂感恩的子女 老颜夫妇为了供儿子上学 从农村跑到上海开了家包子铺 洗澡贪黑 每天辛辛苦苦卖包子 终于攒了三百多万 儿子毕业后 计划和女友结婚 便跟爸妈提出要用这三百万买房 老颜和老伴商量了下 只要儿子以后的日子过得好 这三百万花了也是值得的 于是满心欢喜地 给儿子在上海安了家 没过多久 新房装修好了 老颜夫妇收拾好行李 骑着三轮车 兴冲冲地搬去新家 和儿子团聚 没想到 亲家母亲他们一步搬到了新房里 甚至连门都不让老两口进 面对此情此景 儿子也只是说 你们先回去吧 最后 无处可去的老颜夫妇 只能带着大包小包挥到简陋 且狭小的包子谱暂时落脚 而这些 其实就是当下正在蔓延的 一种心形不孝 孩子高学历 有文化 明明有手有脚 却不断地向父母缩去 依附着年迈的老人生活 而父母亲近半生 把孩子培养成才 还总是和别人炫耀儿女有出息 不成想最后落得个老无所欲的结局 孩子理所当然的 享受着来自父母的付出 父母泪流满面的 看着冷眼旁观的孩子 孩子对孝顺二字一无所知 父母余生只剩下无尽的等待 二 晚年最残酷的真相 子女的孝心是有前提的 作家高尔基 有句很深刻的话 一个老年人的死亡 等于倾倒了一座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里 藏着一个人的一生 也放着他一辈子最宝贵的记忆 关于家人 关于亲情 可这世间最残酷的落过于 一座博物馆轰然倒塌 却无人问津 前些日子 湖南千万富翁罗某中 在精神病院自以身亡的消息 一度引发热议 罗某中小时候 家里条件并不好 后来通过拆迁款 作为启动资金 纳沙子 开中巴 办汽车修理厂 拼搏多年 才积累了千万财富 62岁的他 育有一儿一女 现在都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小家 从几年前开始 儿女就时常来问他要钱 儿子要四十万 女儿要八十八万 可自他把资产过户给孩子们后 他们的态度就发生了大转变 不仅对他不闻不问 还时不时地 问他索要孙辈的生活费 眼看着年龄越来越大 身体也不太好 罗某中只好叫来儿女 希望他们能承担自己的养老问题 没想到沟通根本无效 儿女依然坐视不理 他一怒之下 要求儿女归还之前借他的钱 却遭到了拒绝 过了几天 罗某中再次来找儿子商量 未解决的问题 期间发生激烈争吵 他激活攻心 打杂了儿子的家 原本只是家庭矛盾 可让众人出乎意料的是 儿子心生怨恨报了警 还以父亲有精神病为由 将罗某中送进了精神病院 随后罗某中多次解释 声称自己没病 不得已之下 又写下一份申诉书 向外界求助 表示自己现在生不如死 像在地狱 8月23日 绝望到极点的罗某中 在医院的厕所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也结束了和儿女的安安怨怨 朗默自私的儿女 孤独无助的父亲 构成了一个冰冷的家庭 最亲的人居然比陌生人还可怕 看完这个新闻 不禁想起一句话 人到晚年 最残酷的时莫过于 终于看清 子女的孝心 是有前提的 如果可以为他们提供价值 或金钱上的帮助 或生活上的支持 还能让那屈直可数的孝顺 偶尔浮现 如若不能 所谓养儿防老 就会变成一场笑话 巅峰问答中 金星提到一个观点 现在人有三个属性 基本快要丢失了 第一个是血缘 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远 第二个是地缘 很多老年人为了孩子 飘到另一座城市 待在那个陌生的地方 地缘渐渐没了 而当你退休之后 和外界的社交越来越少 社缘也会慢慢消失 所以 在这个阶段 老年人会特别孤独 而这份孤独 往往会伴随他们的余生 都说感情到最后 平得全是良心 细细想来 或许父母子女一场 到头来 也全靠良心 维持此生难得的血脉亲情 为人子女 请不要对父母太苛刻 永远不要让家的方向 只剩漫漫无期的等候 人不管走得多远 都不能忘了自己的根在何处 更不能丢了自己的良心 请不要让孝顺变成利益交换的筹码 更不要让这世上最疼爱你的人 寒心 世间俘火 既有因果 所有的家庭关系 也是同理 你付出的孝导 在将来某一天 也会一点一滴 回到你身上 三 当你老了 靠谁养 白岩松说过一段很残酷 却很现实的话 我们注定是孝顺父母的最后一代 被儿女抛弃的第一代 趁现在腿脚还能动弹 还能自己做主 就赶紧为未来做好准备 提前给自己的晚年预留一份尊严 如何过好晚年生活 体面的老区 对每个人而言 都是不可忽视的考验 虽然老话里常说 谁的晚年 都是一场血雨腥风 但只要提前做好规划 未雨绸缪 为自己准备好养老的资本 也依然可以安然度过暮念人生 与其一味地依靠子女 依靠旁人 让生活充满太多不确定性 不如在生命的黄金时代 抚养自己的身心 当你为自己撑好伞 自然不会被雨淋湿 人老了 首先要为自己留好这三条后路 拥有对抗未知的底气 一 兜里有钱 你有多少存款 人生就有多少条退路 余生就能避开多少风险 风雨巨来时 只要有属于自己的屋檐 就不会害怕被淋湿 二 身体无病 闲暇十多运动 作息保持规律 饮食营养均衡 定期做好体检 身体安然无恙 是晚年幸福的前提 三 心理无事 不要为还没发生的事情担忧 也别再为已经过去的往事耿耿于怀 调整好心态 修炼好情绪 放下无意义的烦恼 积极乐观地面对每一天 其次 不管到了多少岁 都要做好这三件事 打理好当下的生活 一 培养兴趣爱好 人一忙 日子就过得充实了 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物 练字 画画 爬山 养花种草 跳广长舞等 都可以丰富你的生活 二 丰富自己的认知 多读书 多学习 封营自己的灵魂 同时也要谨慎一些 警惕各种各样的骗局 守好自己的每一份财富 三 学会享受生活 在变老的路上 少一点爱生叹气 多一点喜笑颜开 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 依然热爱生活 最后 尽自己所能 处理好家庭关系 一家人在一起 有话好好说 互相理解 彼此包容 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很喜欢 《飞巫环游记忆》中的一句台词 幸福 不是长生不老 不是大鱼大肉 不是全清朝野 幸福是每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达成 当你想吃的时候 有得吃 想被爱的时候 有人爱你 愿天下所有的儿女 都能常回家看看 多陪陪父母 懂得换位思考 善待那个半生辛劳的老人 愿世上所有的父母 都能安详晚年 吃好一日三餐 过好一年四季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